我们一共有9名同事在担负这个岗位的工作 都是90后从90年到97年不等 我们分别负责一摊任务 基本上每个人都分得有或者在上航天 或者是深空探测的相关的任务的组织调度工作 调度这个岗位其实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积累的 作为调度岗位 特别是整个任务的调度 不光是要知道航天器的状态 也要知道中心各岗位相关的状态 正是知道每一个岗位它怎么操作 那么我才能去指挥调度它 其实练过 声音弘量是必须的 因为只有我们这边的声音弘量 才能让大家听起来有力量 让航天员听起来也安心 上百次乃至几百次肯定是有的 而且随着空间站任务的延续 空间站将载轨运行10至15年 这个时间肯定是很长的 这个口令 相关的口令可能也是很多的 中心内部或者是其他各系统 进行报告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它这个所报告所代表的含义 这样我们才能打出北京明白 是的 目前我们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每个岗位 每个单位 每个岗位 其实他们都在为空间站载轨运行 进行努力着 都在24小时值班 都比较辛苦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如果说有的话 你们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目前可能还好 但是我个人认为有这个趋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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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